歡迎收看今天的房市關鍵報報 我是陳文鑫 馬上來關注今天的熱門關鍵字 今天的熱門關鍵字 傳統市場還有台北市 傳統市場一直都是民眾重要的採買中心 因此民眾在買房時 傳統市場離家中的遠近也成了重要的購物指標 永慶房產集團根據實價登入資料統計台北市 十大傳統市場周邊房價一起來看 從數據中可以看到有六個傳統市場周邊的住宅均價 比所在行政區表現更為亮眼 顯現出傳統市場已經不再是房價地雷 其中晴光市場以405件位居第一 永慶房屋延展中心副理陳金平說明 晴光商圈白天有傳統市場 夜晚還有雙城街小型夜市 附近也有全聯頂好超市等周邊的生活機能十分完備 觀察情況市場周邊住宅均價約每平69.3萬元 略低於中山區全區的74.6萬元 房價相對親民 深受許多首購族和小資族群的喜愛 交易量居次的則是永春市場與建國市場 近一年的交易量均為227件 陳金平指出永春市場屬信義區門牌 位於捷運的永春站旁附近的機能完整 不僅有學校上國道3號也相當方便 地段條件精華屬早期開發區域 區域高齡老屋數量多近一年的住宅均價為每平 83.4萬元 至於歷史悠久的建國市場也位於中山區的精華地段 吸引周邊住戶與上班族採買 房市交易以中古大樓還有公寓為主力 住宅均價為79.3萬元 若從近一年住宅均價來觀察 陳金平說明 南門市場以114.2萬元位居十大知名傳統市場之首 相較於所在行政區的大安區均價多了15.1萬元之多 目前南門市場位於中正紀念堂站、古亭站還有東門站、山站的中心處 出捷運站後大約步行10分鐘內的路程即可抵達 也有多路的公車經過交通十分便利 而房價最為實惠的就是永樂市場 近一年的住宅均價為59.6萬元 陳金平指出由於位處大道城商圈是台北市最早開發的區域 周邊30年以上的中古大樓公寓的物件多 但日常採買學校交通機能都相當完善 房價五字頭最為親民 陳金平補充過去傳統市場不免有髒亂、擁擠意味等刻板印象 甚至被歸類在影響房價的賢物設施之一 不過傳統市場仍是民眾日常中不可取代的重要採買管道 再加上政府近年來持續的更新改造傳統市場 針對食品、衛生、環境和場所的安全 不僅讓傳統市場患然一新 對於周邊的房市也有正面的效益 尤其傳統市場周邊通常都位於早期開發區 生活機能普遍都優於其他的區塊 從台北市的十大知名傳統市場房價觀察 由六大傳統市場房價高於所在行政區 顯見傳統市場周邊完善的生活機能優勢 仍然受到購物民眾青睞 讓周邊的房市熱度不減 今天的精準新聞首先來看到全國最優的租金優惠 台中好宅推出567777方案 目前台中共好社宅首批入住民眾享有 第一年租金打五折、第二年六折、第三年七折優惠 台中市長盧秀燕九號宣布新的567777方案 未來不限於首批入住民眾 只要是首次申請入住皆享有第一年租金五折、第二年六折、第三年七折優惠 期滿續約後再享三年每年七折的優惠 減輕青年經濟的負擔 接下來看到環山部落南湖西興建吊橋的最新動態 台中市政府建設局推動和平區環山部落南湖西興建吊橋工程 興建吊橋跨距約100公尺寬度3.2公尺 將有助當地的交通安全 解決地方簡易流龍往返南湖西的危險情況 工程編列經費5750萬元 目前工程已經完成南湖西橋塔主體正辦理橋面及懸吊所施工作業 將於今年的六月份完工 這個週末就是一年一度的母親節了 除了和家人共進大餐之外 你已經想好要帶媽媽去哪裡走走了嗎 貓空攬車也在當日推出了救媽媽搭貓懶的活動 救媽媽搭貓懶活動只要在母親節當天到貓懶的各個車站 購買原價260元的貓懶暢遊一日票再送一張免費一日票 可不限次數搭乘懶車 當日前300名親子旅客再加碼送康懶星一朵 今天的買房賣房我想問有網友提問 如果不考慮生活成本還有通勤的便捷性 大家會考慮要買在南部還是北部呢 有網友回覆當然是南部你會一輩子都在工作嗎 北部天氣衣服曬不乾又濕又冷 也有網友回覆雙北保值陽光空氣水福利支援都比南部好一些 以下就是今天的報報內容 如果您喜歡今天的影片請不要忘記按讚還有分享 並且按下訂閱支持我們 我們下次見